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很多老铁都吃过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家常菜 准备一块猪肉 咱们顺着这个纹料 然后给它切成块 再顺着这个纹料 然后顶刀切 给它切成厚一点的油片 切好的猪肉 加少许晶年料酒 再打一个鸡蛋片 用手给它们抓一抓 把这个油片给它抓至上尖 像四分钟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一小勺干淀粉 再次的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加半勺食用油 这样按顺序来 这个油片又滑又嫩 抓好给它腌制20分钟 准备一根黄瓜 一根胡萝卜 咱们给它切成菱形片 泡发好的木耳 咱们再准备一些 然后用开水给它烫一下 这样这个木耳 可以吸到杀卷的作用 哎呦哎呦去 接下来咱们来对个料汁啊 加半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提个馅 少许的精盐 少许的鸡精 再加一点味精 不得已味精的老铁可以补放啊 然后再少加一点白糖 少放上一些胡椒粉 再加一些香油 一小勺干淀粉 最后加一大勺的清水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咱们有很多老铁留言 说在家划这个油片的时候 为什么都搭卷了呢 那就是你那个油片切得太薄了 所以咱们一定要厚点切的 我用心的教老铁说 每一道价格在 有双地的话 就给小块点一个吧 感谢大家 必须先把这个锅烧热了啊 然后加入凉油 这么低它不容易粘过 油温给它烧到五成热 然后咱们把油片下锅 油片下锅之后 先不要去动它 等待三十秒 然后用筷子给它扒了开 把这个油片给它滑至松散全熟 然后给它烙出去 这个油啊 你给它扫一扫 扫掉水分 然后还可以继续用啊 重新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下入葱花和酸片 把这个配料也给它下锅 然后大火给它炒至端生 把油片下锅 然后把咱们对好的料底倒进去 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炒至上茄 咱们这个东北的六油片就做好了 这个油片鲜香滑嫩 照是弄它二两 高地弄它皮鞋给你喝酒了